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有这么六七条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 前一日呢,大家可能听说了啊,川普呢,曾经放话说啊,如果是他当总统的话 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呢,他分分钟搞定 会在24个小时之内,就给他斡旋成功,这个战争呢,就结束了 那么今天的时候呢,泽连斯西啊,回应了川普的这段话 那他说你川普啊,这话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当总统的时候,你那会儿为什么不来调停呢 这件事情呢,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让川普呢,心里是非常恶心了 川普肯定是说呢,如果我早知道我不能连任的话呢,很多事情我都会做呀 那么就在上一次的竞选当中呢,当川普输了以后呢 那会儿我就在视频里面说,拜登的这个总统就是捡来的 川普呢,有很多的失误 比如说他最大的一个失误呢,就是拜登提出来 因为疫情的原因,可以允许大家用邮寄的方式来进行投票 那这在之前呢,是没有的 之前邮寄的方式是有,但是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么拜登提出来这个以后呢,川普就不屑一过 就认为说呢,你这就是耍的花招 他就坚决反对,而且号召他的支持者抵制这个邮寄选票 说我们大家都不要邮寄选票 结果呢,到最后啊,算起来基本上 拜登胜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邮寄选票 如果没有邮寄选票的话,拜登就不会赢 那就是说呢,川普他就是大意了 他觉得他是稳赢的 他觉得他的一个支持者呀,这个基本盘非常大 拜登根本就胜不了他 而且呢,他有优势啊 他可以进行一些集会呀,什么的啊 病毒对他来说呢,他并不在乎 但是呢,拜登就不一样了 拜登只能是窝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面做一些视频 那这个效果能跟他相比吗 结果后来呢,咱家拜登就赢了 那如果川普能预见到这个结果的话 他肯定死活也得鼓励他的那些选民 来进行邮寄选票呀,是不是嘛 他肯定是后悔极了 那么第二个他没有想到的呢 就是他最近一连串的受到了司法指控 最近呢,他就说 如果他下一次当选的话 他一定会通过司法手段 来控告这拜登和他的儿子 一定要把这父子俩呢,绳之以法 那么拜登两父子的这件事情呢 在上一次竞选的时候 已经就出现了呀 那么川普当时 为什么没有使用拜登 现在对川普所使用的这些手段呢 就是川普当时过于自信 他以为他肯定会赢 如果他能够预见到 他会有这么一个输掉大选的局面的话 那他当时肯定会对拜登两父子 实行这个刑事指控 把拜登送到监狱里去呀 所以川普肯定得说 谁说不是啊 我后悔的事多着呢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最近这几天呢 对他进行的这个联邦控罪 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那那会儿他临下台的时候呢 大家都想到了说 如果我进行大赦的话 我可不可以大赦我自己呀 那么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有人就跟他说了 你这个大赦呢 只能赦免你的联邦罪 但是并不能赦免州罪 所以他想着想啊 量这个民主党也不敢在联邦的层面 对他进行控告 那么既然挡不住纽约州对我的控告 那么我就算了甭大赦了 不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 所以呢 他就没有做那件事 你说他后悔不后悔 以上的这三件事呢 他肯定是特别后悔的呀 那么第二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这个拜登 拜登呢 今天在记者会上啊 有记者就来问他 说联邦调查局有一个文件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 说在这个文件里面啊 乌克兰一方 对拜登的用语呢 是大人物 那么这记者就来问说呢 为什么乌克兰 把你称为大人物 是和乌克兰的腐败 是和这个你儿子在乌克兰 成为大股东的这件事情相关吗 结果呢 拜登就说 你为什么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啊 这件事情呢 今天就引起来热议 这个问题怎么就愚蠢了呀 好 第三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法国的 昨天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啊 这个马克龙竟然向南非的总统 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啊 说我能不能在八月份的时候 来参加金砖峰会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八月份的时候 由南非呢 做轮值主席国 在南非召开金砖峰会 那么现在马克龙竟然提出来 想来列席这个峰会 这个事情引起来了国际的关注啊 大家都很吃惊啊 这样的一个发展成国家的一个峰会 引起来了马克龙的关注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另外一条来自于法国的新闻呢 是马克龙的竞争对手勒庞 他今天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一席话呀 挺惊人的 他说呢 他很支持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张 说这个克里米亚呢 从长期的历史渊源来看 就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乌克兰主张对克里米亚的主权是没有道理的 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决支持俄罗斯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中国的手机大公司小米 据报道说呢 昨天的时候 小米对于印度政府呢 对小米的巨额罚款进行了回应 我们就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呢 印度政府向小米印度 小米印度的高管 以及三个银行 发出来了通知 说小米印度啊 通过这三家银行 向小米中国所转的 价值48.2亿人民币的巨款 是非法的 换句话说呢 很有可能印度政府 要将这笔巨款没收 那么今天小米对这件事情呢 进行了回应 小米就说呢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印度呢 冻结555.1亿卢比资金的一回事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 印度就冻结了这笔资金 完了以后呢 小米就向印度的法院提起来了申诉 但是呢 印度法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对小米的申诉呢 进行了驳回 那么现在呢 印度的执法局呢 发出来了一个正式的文件 认定小米的这笔资金呢 是非法的 现在问题呢 非常的严重 小米回应说呢 他们正在研究该事项 并且等待书面的判决 在此重申一下 在印度的业务 是符合印度的相关法律和规定的 那么这笔钱是什么钱呢 说这些钱呀 都是小米印度 给小米中国的那个专利费 那么很显然呢 小米是拥有小米手机的专利权的 那么小米印度呢 在印度生产这个小米手机呀 是使用小米中国的这个专利的 那么使用专利呀 支付专利费 不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吗 这是我们常人的理解 对不对 那么现在印度就没收这笔钱 听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呀 可是呢 大家知道吗 印度是向来就不讲道理的 那么这两天 因为小米的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啊 就觉得说小米啊 可怜之人 有可恨之处 那他的可恨之处在哪里呢 说印度啊 你别看他这个国家穷啊 但是呢他在耍流氓这方面啊 比美国一点都不次呀 他曾经都对美国的企业耍流氓 说在70年代之前 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 就被印度赶出来了他们的市场 那么当时印度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所提出来的理由 和小米这个呢 基本上如出一辙 就是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 人家是合法的 他非说人家不合法 那可口可乐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印度呢 指控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个饮料里面呀 是含有农药的 那么这两家饮料公司呢 就是说我们全世界都经营这个饮料 从来没有说这里面含有农药 我们只是个饮料 怎么会有农药呢 印度就说你就是农药 我说你有农药 你就是有农药 你如果不服的话 你就把你的配方交给我 然后呢 我来认定一下 看你有没有农药 这可乐公司就说配方啊 配方我们不对任何人公布的呀 这是我们的专利呀 我哪能交给你呢 印度说那不行 那这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没有办法了 就退出了印度的市场 那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退出来以后呢 印度就迅速的出现了 他们自己的一款可乐 叫坎帕可乐 你知道吗 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呢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印度啊 挺能耍流氓的 由这两件事情 我们也能够想到 为什么说印度和中国前后脚建国 然后呢 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也差不多 为什么印度到现在还那么穷 尽管印度他自己呢 觉得他是一个大国和强国啊 但是呢 我们是知道这印度是很穷的 全世界都知道印度穷 对吧 那么为什么印度和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原来他的原因就出在这儿 他是没有信用 他也不讲信用的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越南的 前两天呢 我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最近正在热议的就是 越南现在面临着电荒 那么很多的企业呢 说是有一点一万个企业都受到了电荒的影响 后果呢 非常严重 轻了呢 你必须得是暂时停产 严重了呢 可能你就得离开越南了 或者呢 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比如说自己建个电站啥的 那谈何容易啊 但是呢 越南就想出一招来 向中国求救 那么中国广西的这个电力公司呢 就同意了 和越南签署了这个供电协议 一时间有很多中国人呢 就想不通 觉得越南对我们那么差劲啊 那些企业都转到越南去 他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怎么能去帮竞争对手呢 我们不会像美国似的 把别人打瘸 我们起码说 不会去帮他们吧 这不就等于说 在场上 我们的竞争对手 他鞋坏了 我们把鞋脱下来给竞争对手 然后我们光着脚跑步吗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但是呢 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读了一篇啊 非常这个高瞻远瞩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呢 觉得说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呢 就觉得这篇文章 还是看问题有一定的高度的 都表示理解 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呢 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 就是越南呀 现在又要求中国了 想求中国帮助他们建高铁 那么如果说到这事呢 大家应该可能还记得啊 就是在将近20年前 越南就有了这个建高铁的项目 当时呢 其实他可以找中国来帮他们建高铁 但是呢 他没有 他越开了中国 他去找日本帮他建高铁 结果呢 到现在呀 一拖再拖 当然这里面呢 有日本的原因 也有这个越南的原因 但是主要就是日本的原因 他这高铁呢 到现在也没个影儿 那么我们都知道 越南呢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这个国家 如果他没有一个这个高铁贯穿南北的话 对他的经济啊 是一个严重的智库 他现在呢 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中老铁路通车以后呢 他眼瞅着这个中老铁路 红红火火啊 这个中老铁路呢 对老挝人民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经济啊 起到了特别大的促进的作用 那么现在泰国呢 也在把这个中老铁路呢 往泰国延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越南就坐不住了嘛 那么现在呢 他们要求日本继续修这铁路 日本就说修不了 你另请高明嘛 那么另请高明 这个高明是谁呢 就是中国呀 现在越南呢 在和中国进行这个修高铁的洽谈 据报道说呢 越南这个代表团 已经是和中国方面进行了七轮的谈判了 那这个事呢 现在也是在中国人当中呢 挺有争议的 好多中国人就觉得说 我们不能帮他 那么观众朋友 你在前面呢 我给大家读了那个 关于给越南书店的那篇文章之后呢 你觉得这高铁这事 中国应该还是不应该帮越南呢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马来西亚 那么前一阵子呢 中国的那个脱口秀啊 侮辱中国志愿军的那件事情呢 闹得是沸沸扬扬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呢 有一个脱口秀演员 因为侮辱马来西亚的这个马行 引起来了马来西亚的愤怒 马来西亚的警方呢 现在已经是立案调查了 如果他们认为这个脱口秀演员 如果确实是侮辱了他们马来西亚的话呢 那么马来西亚的警方有可能对这位脱口秀进行全球通缉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请注意啊 这个脱口秀演员啊 他不是中国的脱口秀演员 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在美国 那么他在美国讲脱口秀的时候呢 他这个主题啊 就是来对比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我们就知道呢 新加坡其实原本就是马来西亚的 后来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就不要这新加坡了 就把新加坡这帮人给他们踢出去了 给你们一块地啊 你们自己爱怎么着怎么着啊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那么新加坡才出来 建立一个新加坡这么一个小伙啊 但是呢 没有想到啊 新加坡很快就崛起啊 成为东南亚最富裕的一个国家 真是硬了那句话了啊 曾经你对我不理不睬 现在呢 你对我高攀不起 好像不押韵呢 原话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啊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位新加坡美国人 在说脱口秀的时候呢 就拿这件事呢 进行调侃 那么他中间还说了一个叫什么 什么不能起飞啊 什么之类的啊 人们就没笑 然后呢 他又进一步明确说 怎么大家不笑啊 是马航这件事不能拿来开玩笑吗 那么很显然呢 他是拿马航这件事来进行调侃的 那这一下马来西亚人就坐不住了 觉得说呢 这样的一个惨案啊 您竟然拿来开玩笑 拿来开涮 大家来乐呵 这就触碰了马来西亚人的底线了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警方啊 现在对这位脱口秀演员立案调查 所以说呢 你开玩笑不能乱开呀 你要是触碰了别人的底线的话呢 谁都跟你不干呢 这是让我想起来了 就是法国的那个漫画的那个事件 我一直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认为马克龙真的是太过分了 法国人太过分了 马克龙更加的过分 因为呢 你怎么能去拿人家穆斯林的圣人来开玩笑呢 你拿人家穆斯林的圣人来开玩笑 人家穆斯林不乐意了 那个马克龙呢 在那年他竟然还说 说这种恐怖袭击呢 坚决是零容忍 啊 我们画漫画没错 以后我们还多画这样的漫画 真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可恶的 人和人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 一定要有尊重啊 你一定要去尊重别人 你不见得赞同人家 对不对 人家崇拜那个圣人 你不见得说 你也和他一块去崇拜 但是你起码你不要去侮辱人家啊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